接下来我们所绘制的案例是一个综合案例 那么这个综合案例它是一个APP 一个智能家居类的一个APP的一个界面案例 首先我们先打开我们需要打开的文件 通过打开 找到我们想要绘制的文件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马上要绘制的一个效果 那这个效果我们会选择一个界面 因为这两个界面都是一样的 那我就直接选择这个界面去绘制 首先绘制这个界面的话 我们就需要明白这个界面当中它的这个 尺寸是怎么样子的 这个尺寸是750乘1336对不对 那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直接绘制使用我们的 A 然后呢找到我们的 iOS界面 这里面的界面好像没有750乘1334的 就直接找到iPhone7的这个图标 然后给它拿过来 拉一拉就可以了 好 那现在呢 我们都已经把这个给绘制过来了 这个画板对不对 绘制画板之后呢 我们现在使用我们的天冲 先把我们的这个矩形 背景给它改过来 扛一下c 然后吸取这样一个背景 啊 吸取这个背景之后呢 我们会把这个界面的 位置先给它做一个调整 把这两个呢 给它往这边移一下 给我们移动一个空间 好 这样的话我们接见的话 非常方便 对不对 那绘制这样一个效果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上面这一部分 上面这一部分 它是有一个深色的矩形 那我就直接使用r 画一个矩形过来 放大一点 按b去除它的这个 没有变 然后 好了之后 我们就直接给它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 我们现在的颜色 直接扛一下c 吸取这样一个深色 这样也来 我们上方的这个地方 就已经绘制完成了 文字方面的话 我们直接按t 打上我们需要的文字 打好文字之后 给它将文字给它拿过来 颜色 改个白色 为什么看不见呢 因为它当前的这个位置 不在我们需要的位置 我们需要给它 移动过来 并且大小给它改一改 看下是哪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 这样它就能看到了 要让你看不见 是不是 好那么现在的大小的话 我们会觉得36还不够 那就改个48 好 那改好之后呢 我们现在把这个字体给它改一个稍微细一点的 看有没有 这个有点过细 这是倾斜的 正常的 正常的 找到正常的 这个 好的 改好之后呢 这后方它会跟随着一个 小图标 对不对 并且下方的可能还会有一组文字呢 我就直接将它复制一份 然后把这一组文字呢 给它改小一点 改好 改一下文字 好 改好之后把它的字体大小给它改一下 预计是这样一个字体大小 然后它的字体颜色的 然后吸取它的颜色 这次文字我们就算是 给它搞定了 搞定之后后方跟随的会有一个 三角形 或者说是一个 这样一个小箭头 对不对 这小箭头我们如何去绘制呢 也非常简单 直接使用我们的矩形工具就可以了 使用R 画一个矩形 画矩形之后 我们F去除它的这个天充 然后给它旋转一下 选择好之后加粗 加粗之后剪刀 然后把这不要的部分给它剪掉 然后呢给它改一个天充喵边 好的 这个是我们上方的这个文字 需要把这个文字给选 选中 然后给它打一个组 然后给它打一个组 让它记得打一个组 这是文字 然后我们打好文字之后 给它移到我们的上方去 先给它移过去吧 直接给它移到我们的右侧去就可以了 先拿出来 有的时候不太好选 就这样方向就给它移过来 好 那上方的这个文字我们搞定之后呢 下方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这个 渐变的一条线给它绘制出来 好直接使用 error 画一个直线 这根直线 它的这个粗细给它加粗 加粗之后把它的这个类型改为渐变 渐变的角度是从左至右的 至于颜色 我们给它选中 Ctrl C 吸取右侧的颜色 左侧 咱们就吸取左侧的颜色 好 那这样的话 咱们这条线 咱们就画好了 好之后剩下就是这些图标了 这图标 图标的绘制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标 如何绘制的 首先这个图标 它是由圆角矩形组成 那我就直接先画一个圆角矩形到这来 把天充取消掉 然后给它加粗边框 高度给它调整好 加粗 长度 长度我们可以往下拉 好这样的话上方这个地方解决了我们直接按O画一个正元 F去除它的这个填充 然后把它的标边继续加粗 那接下来我就把这个圆跟这个圆角矩形做一个连辑 对吧 连辑 然后 大小高科研先调好 连辑 连辑之后呢把这个类型改为外部 外部标边 或者说你可以 把这个这个选项它是内部的撤销一下 这个选项它是内部的 这个是居中的你要统一的改为内部 或者说 这个是内部的这个也是内部的要么这个是 居中的你这个也要改居中 这样的话调下来会更方便 要不然的话倒数不协调 上面好了下面没好对不对 就是你要现在先通过这个形式先给它调好 然后再去选择连辑 这样的话它整体不会有变化 要不然跟你想象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那这里面我们再次使用圆形 会这一个圆 F去除我们的这个 天充然后呢给它来一个瞄边加粗 选择内部 然后把它大小 改大一点 这样的话就是协调的 然后使用 error 画一根直线过来 这个直线同样的给它加粗 好 那接下来呢使用 error再画一根线 端头的话我们选择 平头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再拉长一点 然后安卓的键将它复制 再复制 加选 咱们所绘制的这些形状 然后给它打一个组 这个组的名字 起个名字叫做 温度 好这个温度小图标呢 咱们就已经给它绘制完成了 绘制好之后 我们再绘制这个 这个图标 明显看得到上方它是一个 三角形加圆形组成的 上方也是一个直线 我们就直接使用直线工具 加粗 直线好之后上方是一个圆角矩形 我就直接使用右 直线好之后 加粗边框 然后呢 选择外部或去中 天充取消掉 透明度改一改看是否吻合 吻合的话我们就 改回来 这个地方解决了解决之后呢 我们直接使用矩形工具 画一个矩形 然后将它剪去 剪掉之后 这里面有个三角形 那我就直接选择 我们的三角形工具 我们的三角形工具 透明度改一下 然后使用R画一个矩形过来 加选择 减去 然后减去之后呢 现在我们这个地方都多了一边 对不对 那我就直接画一个矩形 减去 然后这边呢 再画一个矩形 减去 这样子 这样子捡起来也会有一定问题 那我就直接把这边 一次性复制过来 剪掉 剪掉之后取消它的天充 把它的这个瞄边 先调好位置 然后进行加粗 这个地方是一个圆 那我就直接按O 画一个圆形过来 然后F去除它的这个 天充 然后加粗边 然后使用我们的剪刀工具 剪去 好 现在呢 咱们这些对象 全部给它加选起来 打一个组 灯光 灯光 然后把这些瞄边呢 我们会觉得 全部给它改成白色 这边也是一样的温度 同样的给它改成白色 改白色之后透明度呢 该改回来的就要改回来了 这边有可能会有设计的透明度的概念 改回来 好 这个图标呢 咱们也画完了 里面这些就比较简单了 全是一些正方形的图形 对吧 画一个正方形 去除它的这个 天充 然后锁定常观笔给它调整一下 要不然的话 你调一部分那边就变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对它进行加粗 加粗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Ctrl C Ctrl V Ctrl C Ctrl V 然后呢 对它进行缩小 在里面我们再缩小一份 好 再将它Ctrl C Ctrl V 再缩小 然后宽度 调整好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直接使用我们的 R 画一个矩形 将它剪去 剪去之后我们使用剪刀工具 把不该要的剪去 直接按O 画一个圆 按F 去除天充 然后加粗边框 安卓的键将它进行复制 这样一来我们把这个图形 再将它选中 打好组 消毒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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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这消毒柜这一组的内容呢 全部选中 同样的把喵边改为白色 然后呢 咱们当前的消毒柜这个图标 也已经完成了 同样的方法 我们现在呢 再次将它 进行 绘制一个矩形 按R 画一个矩形过来 取消天充 把它们 调整好 放大一点点 放大一点点 然后将它的喵边加似乎为2 放大一下 放大一下 往上拉一下 好 那这个矩形呢 解决之后 我们使用L 画一根直线过来 将它加粗 移动好位置 再次使用L 从这 再画一根直线 再加粗 然后将它加粗之后 这个类型改为第1个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我们方便控制 要不然的话长度我们无法控制 直接将它复制 直接收短 收短之后按照Alt键复制一份 好 咱们这样的话 这个地方解决了 解决之后我们直接使用U 这个地方是圆角矩形 然后去除天充 然后将它加粗 移动好位置 高度进行调整 使用R 矩形工具 从这到这之间 将它减去 然后直接使用L 画一根直线 进行加粗 然后移动好位置 再次使用L 从左到右 画个矩形 进行加粗 类型改为内部 方便进行控制长短 移动好位置 好 现在为止我们当前的这个图形 就 绘制 完成了 加选 现在要 绘制这些图形 打个组 这个为 冰箱 然后把这个冰箱这一组的内容全部选中 把他们的喵边颜色改为白色 咱们这一组也画完了 这个水滴呢就比较容易直接使用O 画个圆形 画圆形之后呢我们现在直接使用双击加上这个点 改成尖的 然后呢把这些点 透明度先给他改一下 先将它压扁一些 然后呢直接将这个点 给他 拉回来 然后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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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一系列调整 水滴好了之后给他拿过来然后去除天充 把这个喵边 把这个喵边然后呢给他加粗 如果平滑 可以去调整一下 确定 这里面呢我们需要绘制一个圆形 绘制好圆形之后去除天充之后我们使用剪刀工具需要对他 进行剪去 然后把它设置里面选择 外部然后呢全外部之后缩小一下 同样的我们需要进行加粗 拿过来 然后加选这个 打一个组 这个为数 这个叫做什么湿度 湿度房间会有湿度 然后把这个湿度这里面内容呢直接把它改成白色的喵边 透明度改回来 把这个移过来 好 截止到目前呢 我们当前的这些对象呢就已经全部绘制完成了 绘制完成之后我们加选他们 然后快速移动到右侧去 就可以了 好移动到合适的位置 可以了 然后把这个线呢给他 移动过来 那这样的话咱们上面这个图标咱们就已经绘制完成了 好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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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